炮弹打来 趴地采取避难姿势 副市长黄珊珊也跟着接地气 无论是国军的万安演习 还是选战上的万安演习 黄珊珊卯足全力冲 不过在市政上被议员质疑 有些操之过急 第六个是大家最关心的熊好券 跟科市长一起召开记者会 所有人都以为熊好券2.0要发了 结果这预算根本还没通过 北市府才刚宣布要发放熊好券2.0 结果这一家预算案却要等到这个月底 才会送到议会来审查 这让蓝绿的议员非常不满 只一科市府又跟上次的熊好券一样 是先掌后奏 今年又再一次玩这种霸王硬上功 想要造成继承事实 先宣布再送议会 我觉得是不会支持 先把去年的执行成果交出来再说 议员怒批科文哲是否担心 去年预算卡关又重演 这回干脆来硬的 正常来说预算案得先送到大会一读 再经过委员会同意 之后大会二读三读之后 市府才能宣布执行 如果双方有共识 三周左右就能跑完程序 但现在流程被逆着来 难保案子能顺利走完 那议会如果有一些意见 那就把罪过全部推给议会 让议会白黑过 科文哲不能命要赢 我也要赢 我们昨天并没有讲任何的细节 要等到议会议算通过之后 才会决定发放的金额 跟发放的细节 只是我们有这样的规划 因为议会在市政报告的时候 也一直在要求 我们赶快公布振兴方案 市府先规划了五亿预算 届时万一通过的钱变少了 这锅谁来背